你看 你手拨就好小啊 对 要取什么名字 你说呢 我说 我说我就取留小伙了 都可以啊 你喜欢就好 什么都可以啊 我乱说的 还真取什么留小伙 名字还是得妈妈取 好 姐 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 来看一看 姐 你说你啊 你现在来 不是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吗 是啊 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添毒来了 姐 你先回去吧 你现在跟火哥见面不合适 回头你俩再吵起来 这可是医院大吵大闹的多不好呀 姐 你就听我一句句 回去吧 雷琪 喂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又来捣乱吗 我来看朋友的 朋友 你的朋友 除了刘霍就是毛鸭鸭 你看谁啊 对 我是来看他们的 怎么了 不可以 别人都可以 何雨琪啊 当初你跟刘霍分开 为了什么 你自己很清楚的 我也真的自己也瞎了眼了啊 当初没有认清你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做 我给姐姐都不讲了 既然你都已经现在过的日子这么好 你抱住了个大富豪 那你就过你的逍遥日子就好了呀 为什么你还要一直纠缠刘霍呢 刚好 今天在这里碰到你 我严重地告诉你 不要再来我家了 你真的不配 我不配 你说我不配 这么多年我被刘霍做过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想知道 你的这些甜言蜜语 我也不想听 我真的听得蛮恶心的 忘不掉你 忘不掉你 怎么醒 怎么听 太清醒 想清醒 都是你的想念 告诉自己 已过去 那些记忆的人 改变默契 不有一丝隆迹 忘不掉你 太能力 太能力 刘霍 我谢你三天之内 跟你妈妈说清楚 我为什么会跟佟建国在一起 我不想再被人家误会了 你听不听 我爱你的心 天天都冰冷 有些25分 要留紧 你死了 瑾瑾还在休息 刚刚呢 我问过医生了 说瑾瑾恢复得非常好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什么干嘛 我告诉你 我刚刚来医院的时候碰到何雨琪 我告诉你 就被我猜中了 她为了想要接近你 她肯定是想方设法地来这里找你 但是 你又是一个念旧情的人 你真的要会愤怒事情的轻与重 什么可行与不可行 你知道吗 而且你现在是做爸爸了 我告诉你 无论何雨琪 她出任何的招 你都不可以心软 你都不可以再跟她继续来 因为 这样子 你让雅雅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不清不楚地她会怎么想 难道你想让她气得 在月子里面就生病 你一辈子都愧疚了 知道吗 开始了 你